当时指挥中心在下午才宣布要签订BNT疫苗供应协议 采购220万剂的儿童疫苗 还有180万剂的成人疫苗 而刚刚卫福部长陈时中证实 已经跟辉瑞完成了签约手续 实际上署已经开完了专家会议 通过辉瑞BNT疫苗可以用于5到11岁儿童的紧急使用授权 那么这个疫苗的部分 大约在5月中开始儿童跟成人进行 一部分就会开始陆续的到货 相信一出让原本不少 想要让孩子施打莫德纳疫苗的家长 现在也开始动摇了 听到辉瑞BNT的儿童疫苗有望到来 原本想让孩子施打莫德纳疫苗的家长纷纷动摇 BNT感觉会安全一点 国外都是打BNT比较多 所以会比较放心让他们打 因为好像莫德纳是都针对大人嘛 就是大人都不舒服了 那小孩子打下去会不会说不舒服 原本发给家长填写的接种意愿 调查书 这下校方恐怕又要重新调查 他们愿意施打的这些家长 我们可能还会再多一个调查 就是说你要打的是哪一个疫苗 做这一个工作 可能讲5月2号开始打的提成可能 以我预估啦 可能还是会往后延一点点吧 因为卫福部28号证实 已经跟辉瑞完成签约 BNT疫苗的供应协议 分别采购220万剂儿童疫苗 180万剂成人疫苗 两种剂型预计都会在5月到获一部分 统计国内6到11岁儿童 约有120万人 目前准备了两种疫苗可选 包括莫德纳和辉瑞BNT 即使多数家长想让孩子接种BNT 220万剂也足够 所有符合资格的儿童打满两剂 目前食药署也已经开完专家会议 通过辉瑞BNT疫苗 可以用于5到11岁儿童的紧急使用授权 至于原本规划5月2号 在校园开打的莫德纳疫苗 时程不变 只不过先前发放的家长意愿调查书 还没完全回收 目前同意的人不到一半 现在又传出 辉瑞BNT的儿童疫苗将来台 恐怕会让家长们又更加犹豫 记得台北中央报道